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漫画插画 学术 摄影 甚至童书都是包罗万有 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也有挑战性 亦和很多作家出版人热书结缘 还记得第一集我去德国直击法兰克福书展 当时这是华文出版界一个大盛事 因为中国被选为书展的主角 有专门的展览场馆 内地亦派出了庞大的出版社代表这次展览 香港和台湾亦有自己的展览 但当看到香港展览馆那种不是很专业 即时就很勞气了 当场就证问主事的官员 但可惜他一问三不知 这个情况其实也觉得挺可悲的 去到台湾馆 虽然他的地方小小的 但他非常专业 在介绍台湾作家的时候 包括用到英文、德文的资料 工作人员也很热诚地 将他们的出版工作去介绍给大家 我们当中做了朋友 每年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的时候 大家都会见面最后一句 台湾在国际政治上被边缘化 但他传承了中国文化为己任 发扬江大 值得文化爱好者的尊重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会场 我访问过龙英台 他当时刚刚推介他的新书《大江大海》 台湾作家不单止文字功夫好 其实作家本身也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感染力 是香港和内地作家比较少见的 书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在众多访谈嘉宾里面 有几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其中一个就是日本的时事评论员 加藤嘉一 他年纪轻轻 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我自愧不如 加藤是一个 具敏锐洞察力的年轻人 而且很有志气 在内地媒体评论政治 其实地雷里周围都是 一个不小心就会炸到片体伦相 但他就大力去批判内地的粉青 既有胆识 亦懂得与内地的规矩办事 令人眼前一亮 书可以表现一个人的神采 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嘉宾 就是洪盛希先生 John Hong 他是河东家族的后人 含着银池羹出世 曾任英姿大班 出入上流社会 大半生都享尽荣华富贵 但在他晚年 因为卷入了一个贪污的案件 就狼当入狱 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自怨自艾 反而在狱中发奋去写作 完成了个人的传记 Master of None 会估自己的一生 这本书在他出狱之后正式出版 公开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 洪承希通的写作 完成了自我救赎值得尊敬 他令我想起曾经访问过的 英文小说作家Jeffrey Archer 他是一个分爵 亦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 曾经任保守党主席 和上议院的议员 亦都是因为一样 因为一家传媒的诽谤官司 做假政公文判入狱 他完成了一本 关于狱中生活的小说 出版后立即成为了唱小说 写作原来亦可以是一种人生畏直 令作家度过低潮 我自己亦有这样的经历 我写过一本叫做 《晚福德奇婆婆的书》 故事主角是一只被我收养的德奇 这只老狗是理智繁殖 老了之后被人遗弃 他去年年初一就过了身 当时我很难过 之后当我翻约这本旧作的时候 想起人狗共处的快乐时光 这本书确实帮我度过了一个很伤心的时间 书可以是救赎 亦可以是安慰 至于介绍过这么多好书 爱书人和出版人 最有感受的就是介绍我华叔施陶华 在报纸里面我见过华叔 家里的床有三分之二的位置 其实都堆满了书 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书的人 他的文学修养很好 经常收集一些自趣相投的 中国历代词人作品 好似宋代的苏东波 清代的龚子贼 黄俊 和现代的艾青等等 还将他们引成了圣诞卡 我自己也有一套曾经在做节目的时候 逐章逐章地拿来看 其实赌物诗人都挺感慨 因为我觉得香港政界都很难再出现 有这种文学历史修为的人 书可以是政治的修养 阅读世界其实真是多姿多彩 充满了角色有趣人物的故事 一点都不沉满 而阅读也不真的需要正耕危作 好像杀有戒士那样 其实兴之所致就可以了 就好像清代李渔所说 看看书份着教 就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有机会 再和大家一起读好书 因为爱书是一种缘分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2012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